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屏东荣总卫肠科高医师 这边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疾病叫巴瑞特食道 巴瑞特食道这个顾名思义就是由巴瑞特这位先生他所发现的 不过在台湾因为受到健保的规范 所以目前是建议每年做一次 那每年做一次胃镜呢健保就可以给付一年的直子帮普抑制剂的治疗 那这个也是目前最有临床实证说可以减缓或是避免它变成癌化风险的一个治疗 那直子帮普抑制剂呢它不只可以控制我们胃食道逆流的症状 同时也可以改善我们巴瑞特食道进展恶化成癌症的风险 所以是一个目前最好的一个治疗方式 但是万一呢我们在做了所有的这些预防措施 但是还是进展造成癌症疾病的话怎么办呢 那因为巴瑞特食道它进展到癌化 中间会有一段过程就叫做变异一生 那当有变异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内饰镜的治疗 比如说射瓶烧镯或者说内饰镜的切除手术 我们可以把病变的这个位置呢去给它清除掉 而造成我们这个巴瑞特食道的缓解 所以总结以上呢平常巴瑞特食道的治疗 其实就是跟胃食道逆流一样 应该要注重生活的这个习惯 同时呢要使用直指邦谱抑制剂 但是万一它已经有癌化的状况了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内饰镜治疗来做预防 屏东荣总 关心你